纽西兰有一名年轻的亚裔妈妈 在野外长跑时迷路 依靠挖洞取暖 以及喝自己的乳汁求生 索性24小时后获救 与家人温馨团聚 纽西兰29岁妈妈苏散 在20公里森林路跑途中 因跑错路而迷失方向 被迫在冰冷荒凉的野外求生 直到一天后 救援直升机找到 并将她送回家人身边 苏散回忆说 她在野外迷路后 被困在灌木丛中 没有任何食物 以为自己会被冻死 饿死在森林里 不过她一直没有放弃求生 除了用泥土覆盖自己保暖 她还透露 因为自己的乳汁 她才得以存活下来 苏散的家人形容她一直坚定 而苏散也坚信家人会来救她 直升机上的救援人员表示 发现苏散时 她正在不断挥舞手臂 求生意志强烈 于是顺利解救她 事后 医护人员检查 确认苏散身体没有大碍 父母非常感恩女儿获救 苏散也与丈夫 两岁儿子 以及八个月大的女儿 再次全家团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